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人们常说人老了,病也来了 走不动路了,人老了 我们自然要更多的去预防各种疾病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养生美食 每周吃上一到两次 老了腿脚好,活到一百岁 也能够健步如飞 越吃,人越精神 越吃越强转 首先我们来准备20克左右的莲子 中老年人平时可以经常吃一些莲子 莲子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 这些物质容易被人体吸收 可以给身体提供需要的营养 适当的食用莲子还可以促进肌肉增长 对身体强健有很大的益处 老年朋友吃莲子还能够降低血压 因为莲子中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 它不仅具有补皮、止蟹的作用 还具有养心、安神的功效 中老年人经常吃一些莲子 可以提高自身的免疫力 还能够降血压 对身体好处多多 另外男性朋友吃的话 还可以益胜、固精 莲子能够养胜 中老年人胜气虚弱 液料频多 胰筋、滑筋等等 可以用莲子加糯米一起煮粥吃 有补胜、固精的作用 还能够滋养补虚 莲子善于补五脏不足 通力十二筋脉气血 使气血通畅 古人常用于治疗梦仪、滑筋等等的症状 而且对于尿瓶、泥筋、脱肝、酒腻、虚泻等都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平常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莲子 对身体有很好的补益作用 莲子我们要把莲心去除 这样才不会影响口感 接下来再来准备15克左右的花生米 老年朋友经常吃一些花生 有提供蛋白质、抗氧化的作用 能够提供健康、脂肪等好处 因为花生营养十分的丰富 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必须的脂肪酸 它可以降低血中胆固醇、甘油酸质 还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 改善血液微循环 能够提高老细胞活性 可以增强记忆力 预防脑年痴呆症 花生还含有有基酸、栽醇、黄酮 以及黄酮类、多酸晶基类化学成分 可以降低胆固醇、增强冠状动脉血流量 适当的食用花生 有助于预防脑年人动脉周样硬化、高血压 以及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 还可以营养神经 花生中的卵磷子与脑磷子 是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适当的食用花生有助于营养脑神经 另外花生还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E、维生素B6 纤维素、卵磷子、蛋白质等多种营养素 特别是含有丰富的钙和铁 这些营养素对于老年人的骨骼增强 增强骨密度、增强骨骼健康有很大的作用 所以建议中老年朋友可以每天适当地吃上一些花生 但是不要吃烤的或者是油炸的 最好是吃水煮的更健康 用清水把莲子和花生表面的灰尘清洗干净 然后再换干净的清水给它浸泡半个小时 接着我们再来准备几个小芋头 先把芋头皮消除干净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皮肤容易过敏的朋友一定要戴好手套 因为芋头表皮有一种刺激皮肤的连液 容易导致皮肤过敏 芋头中含有丰富的淀粉和蛋白质 经常食用芋头可以增强骨骼 补充铁子和补充钙子 最关键的是芋头中的营养成分特别好消化和吸收 很适合中老年朋友去食用 每天适当地吃一些芋头 可以帮助补充丰富的钙物质 从而可以促进骨骼和牙齿的发育 另外还可以预防一些中老年朋友的骨质疏松问题 还可以促进减肥 因为芋头中所含的热量特别的低 而且作为一种主食 在适当地选择后 其中的营养成分可以起到促进新陈代谢 以及加速脂肪燃烧等等的作用 所以它也可以作为一种减肥的主食来食用 还能够提高我们肌体免疫力 适当地吃芋头可以帮助有效地提高肌体免疫力 还具有良好的防癌抗癌的作用 老年朋友吃芋头对身体非常好 食用芋头能够补肝益肾 天津益水 健胃合中 特别适合脾胃虚弱 患肠道疾病便秘的人使用 所以芋头也是老年人秋补的佳品 芋头去皮后把它切成像这样的小块 接着再来准备适量的燕麦片 大家都知道老年人吃燕麦对身体有益处 燕麦富含维生素B和维生素E 矿物质如铁、鑫和铁 这些都是老年人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可以辅助老年人维持良好的免疫系统功能和心血管健康 还能够降低胆固醇 燕麦含有蒲聚糖 这是一种可溶性纤维素 可溶性纤维素是一种不被人体消化吸收的碳水化合物 但是可以通过与党固醇结合 并帮助排出体外 从而减少党固醇在血液中的积累 还能够抑制血糖升高 燕麦中含有复杂的碳水化合物 这些成分可以延缓食物在老年人肠道中的消化和吸收速度 使血糖升高的速度变慢 同时也降低了峰值的高度 从而达到抑制血糖升高的效果 老年人经常吃燕麦还可以预防骨质疏松 预防小腿抽筋的现象出现 最后再准备三颗左右的红枣 把它剪成红枣丁 大家注意的量不要过多 一至三颗左右就可以了 接着把准备好的食材全部倒入砂锅中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清水的量最好一次性加购 中途不要加水会影响口感 盖上盖子用大火煮开 转小火煮上40分钟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可以让我高兴的睡不着觉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大家了 40分钟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食材全部都煮得特别的软烂了 像这样一道非常好喝的燕麦芋头粥就煮好了 直接钻入碗中就可以吃了 这道粥最好当成早餐来吃 里面的燕麦花生 莲子不仅含有丰富的钙和铁 容易被人体吸收 还具有调节体内钙铁比例的作用 从而维持肌肉正常兴奋度 有效的防止腿抽筋 老年朋友可以每天早上煮上一碗 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补钙 还可以帮助我们养胃 健脾 促进消化 预防便秘 对身体好处非常的多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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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